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到牧场 各位亲爱的 主任弟兄姐妹的晚上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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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时间过得很快啊 就姐妹我们当初还在过年的地球啊 啊时间过得太快啊 今天现在已经是上夜了啊 跟旁边人说我们要爱惜光阴 彼此珍惜 好不好 更重要的是我们啊 能够每个星期继续在神家中 彼此禁拜 这是一件美事啊 阿们 阿们 这种姐妹风雨无阻的来到神的家中 我们一同来敬拜他 这些是 圣经所讲的那个好像玛利亚来到主的跟前 啊 这边讲到听他的道 耶稣就称赞玛利亚说 啊他选择上好的福分对吗 啊在英文的版本里面呢在 啊 他是说到 车身 啊 啊 但是在这个 NIP的翻译说到 车身 啊 哇 那你听到的时候 你跟各边讲 你还 赞玛利亚 你选择上好的福分啊 你还赞玛利亚的啊 啊 哈利亚 我们也把最荣的掌声给了我们主耶稣 哈利亚 好 今天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 你还 少一件 啊 One thing you like 你还少一件 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做财主 行求永生 财主永心 这个经文呢是出于这个马可福音 第十章 十七节到二十七节 十章 十七节到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段经文好不好 啊 我们用起应的方式 我就 我就念翻译你 我们念那个双述的好不好 OK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良善的父子 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放开 十九节 祝命你是晓得了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恢复人 不可恢复人 当孝敬 在耶稣的话 眼上就变了死 因为有与愁愁 与愁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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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侠愁 的侠愁 第十三节 耶稣周围一看 对门徒说 有钱财人 敬神的婆 是何等的难 门徒心情 与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说 像个子 你那大人是 敬神的婆 神的婆 好 继续看二十五节 你看 骆驼穿过真的眼 以财主敬神的婆 还容易呢 第二十七节 耶稣看见他们说 再人是不能 再神却不难 因为 神 凡事都能 我们同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先感谢你主 谢谢你 给你的爱主 来 信我们每个人 主 来到主 你的家族来敬拜你 恳求主你以我们同在 保守主 无论是在 实体的 或者是在线上的 弟兄姐妹主 赐掉我们 让一颗主啊 安静的心 可恶的灵主 主啊要来认识主你的话语 要来学习主你的话语 主好叫我们真的对你的话语有真知着见 主 主好叫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 学习你的话语 不要说 藏在我们的心里 好叫我们不得罪你主 主啊 恳求圣灵今天 你来 主啊 启示我们 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 主 主啊 让我们 无论是讲的 或者是 听的 主 都能够 造就主 主啊 也能够在基督里面 主 主啊 得到这个 丰盛的主啊 这样的一个 恩典在里面 恳求主 你继续 带领我们 主啊 今天 从这个这个职位的开始到末了出主 你都保守我们 荣耀 归给我们主 至少永远 风雪雪 得胜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首先来看哦 这个 他的经文跟背景 到底这个 今天的主题 这个 你要介绍一件 到底是在讲什么的 我们先来看经文 如果你查考圣经的话 我们去看这个经文 其实呢 这个经文呢 是在 马可福音 八章三十一节到十 章五十二节 都在讲什么呢 这章故事是记载耶稣呢 他走向这个耶路撒冷 他做什么呢 他是先告自己的身份 还有跟门徒 讲解这个 跟随耶稣的这个代价 所以耶稣第二次一言受死呢 就教导门徒 分为七个主题的 在里面 你从这个马可福音八章到十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些主题 然后这个七个小主题里面 最后的一个这个主题里面 这个分题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是在讲关于财富跟天国的 在财富跟天国里面 第十章十七节到三十一节里面 其实他是有讲到这个题目 财主行求永生 这就是这个耶稣 对这个财主 我们也慢慢会认识 这个财主到底是谁 他跟这个财主的这样子一个对话 所以我们知道 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位置 然后过去他的背景 在这个十章的开始 提到什么呢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这个犹太的境内 对不起没得看到那个圈圈 犹太的境内 就是这个耶旦河的这个东部 东边 耶稣就是往这个耶路撒冷的方向呢 将来到什么呢 一个受苦的地方 受苦的地方去 当耶稣进到这个犹太境内的时候呢 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很多人不喜欢耶稣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宗教师 还有立法师 还有 如果你知道的 这个的经学家 专门 研究这些 所谓的经文 其他的他们宗教的 他们不喜欢耶稣 他们跟耶稣也是一直在辩论的 对耶稣非常的反感 所以耶稣呢 在那个地方呢 是不受欢迎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你 都非常熟悉这样的一段经文 对吗 可能有些地方是很难去解释清楚的 在这一段 是从17节到27节 除了马可福音呢 其实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都有类似的记载 有一些的事件呢 在不同的 这个在四福音书里面呢 他们都有记载的 但是他们所带出的一些字眼 可能他们是有点不一样的 为什么会记录在这个四福音书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事件 是非常有意的 当我们讲 当我们说这个人是官的时候呢 其实路加福音 我们看三本四福音书的 当我们说他是官的时候 其实路加福音呢 18节告诉我们 有一个官来找耶稣 有一个官来找耶稣 当我们说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呢 就在马太福音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马太福音是主张告诉我们 然后继续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三本书呢 这个路加福音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呢 都讲到呢 介绍这个人是很多产业的 是很富有的 所以一般上呢 我们都称他为富有的少年官 寻求永生 那是马可福音呢 里面记载这个人的时候呢 他没有记载到他的身份 跟他的年龄 相反的 马可福音呢 用了两个动词 来形容这个行求永生的人 就是 你看到吗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跪在他面前 那个人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 这两个动词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是何等的 很desperate 很迫切 很诚恳的 哦 所以我想问 法师特德官 在法师特德官 从法师特德官 带领教会到今天 是否有一个 千万五 跑着来 跪在法师特德官的面前 哇 求永生哦 有啊 但是信 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就永生哦 如果有时候 我写掉了 哈利路亚 没有哦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信主那么久了 我们有没有来到 法师特 或者是我们领袖的面前 我们去问 什么叫永生 有吗 我们会来问吗 到底什么是永生啊 这个人可以这样子 跪在神呢 跪在耶稣的面前啊 就是 他不顾这个老老 对吗 他觉得他很重要的东西 他要放下自己的身段 放下自己的身段 要跪在耶稣的面前 弟兄姐妹 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有求人 在前面的吗 有吗 有回过 我相信男人有回过 啊 求婚 对 就是求婚 有吗 所以求婚就跪下来了 哇 你看我们 博士特 这个很典型的 两个脚也是一个脚啊 哈哈哈哈 都有份哦 我跪下去有份都有份哦 啊 哈 哈 感谢救 哈 这是我们一生可以跪了一次 哈 感谢救 哈 哈 那我们讲什么是永生 弟兄姐妹 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永生 因为我们信主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叫永生 啊 永远的活着 啊 永远的活着吗 OK 我们看一下啊 耶和福音 讲到呢 耶和福音他说什么呢 十七章第三节的话 认识你 这个独一的真实 并且认识你所采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耶稣 真的我们要来认识耶稣 当我们信主那天 当然我们接受我们永恒的生命 不只是在那个阶段 而是呢 这个永生 不是一种 叫做什么呢 不是指一种持续的存在 而是一种 很深切的一个 关系在里面 跟神的关系 哈 不过今天 我们信主 跑到一半 我们不要耶稣了 你觉得 这个永生对你有意义吗 你有意义的 哈 这个是一个 很深切的关系在里面 我们看到这位少年 他带着一种很 他的内心很纠结 对不对 他带着一个问题 来找耶稣 他不是来试探耶稣 他本身自己有问题 他需要耶稣 来给他一些答案 但耶稣回答他很可爱的我 那他首先就问那个人啊 讲什么呢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成果是良善的 除了神以外 哈 再没有良善的 这个问题回答他啊 就是要让他 让这个少年官要知道 他要来找耶稣 要问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 但是耶稣跟他讨论这个称呼的东西啊 这个Greedings的东西 称呼的东西 其实很不奇怪 因为耶稣其实在纠正这个少年官 他在纠正他什么呢 他要帮助这个少年官 把那个焦点呢 是放在上帝的身上 而不是他只知道善良 善良的父子 你也是可以善良嘛 但是善良跟上帝是很大分别的 他要让他专注在上帝 而不是你都是一个善良的人 对吗 善良的父子 但是他是要他专注上帝自己本身 然后耶稣从什么呢 接着下来他讲什么呢 大安你是知道的 跟这个少年官说 就是耶稣用这个摩西的 这样的一个贪固的一个世界里面 他讲到什么 借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亏复人 当孝敬父母 这是从那个摩西的一个世界里面 但是那个持续呢 他那个当孝敬父母是摆在前面的 他是有一种持续的不同在里面 耶稣讲把这些圣经教导讲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听得明白的 为什么 你看接着来的时候 他讲什么呢 他对耶稣说 这个人对耶稣说 因为父子的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啊 哇 这一次他不是在讲 他不是跟耶稣讲什么呢 你是良善的 你是善良的 他不敢称呼了 这个重点是他说他一切他都遵守了 他从小就遵守了 你看听见没有 这个人他不单只是背圣经 对不对 而且他有如今的 他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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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的 一切诫命 你看他都遵守了 我们当中有人敢讲我们一切的界面都遵守了吗 敢哦 他敢哦 他敢哦 这样的一个人才如果来到教会里面 他顶牢牢牢牢了 对我们的一个教会的需要 因为他懂圣经嘛 他遵守了 好好的一个年轻人 年轻有为啊 又是一个财主哦 哇 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很拨切的 他要知道什么叫做永生 这个人呢 在耶稣面前敢敢说 他从小就遵守了 的确他不是在讲骗话的 如果他讲骗话 他在说谎的话 你看啊 如果他真的讲骗话 就不会出现一下的这样的一个经文 哦 这个记载 你看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如果他讲骗话呢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样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随我 这句话都蛮重的 啊 耶稣看着他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当我们跟别人交谈交通的时候 如果对方不看你的话 不敢看你 这样就看别的话 那个人 啊 我觉得是有点虚假的 当你跟人谈话的时候 你眼睛不看人家的话 啊 你不专注人家 也不看的话 也是不礼貌的 但是耶稣看着他 看着他 耶稣从人 那个人的眼神就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事实 耶稣爱他 他不是长变化的 他真的在心中 耶稣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啊 然后来跟从我 耶稣对这个人说什么 只缺少一样罢了 做了这个就可以得到永生了 啊 变卖所有分给穷人 然后来跟从耶稣 耶稣不是说在这里说 叫你 不是说 缺少一百样罢 就是一样罢了 这样的话可能还要 如果是一百件的话 可能要时间去 慢慢的去处理 那只是一样罢了 意思就是 那个球踢到我们 只是一脚罢了 就完成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听见这句话呢 这句话呢 他脸就变了 变色了 悠悠愁愁 愣道道道道的走开了 所以这个年轻人 刚刚我讲的 他动作很快的 对不对 他跑着来 跪下 然后听到这个 他走开了 来的快 去的也快 一听到不对呢 头一转就离开了 不喜欢 耶稣在 其实你看到 耶稣是在做一个 个人的步道 你知道吗 对耶稣很没有念 耶稣在这场的 这个步道上跟师父来讲 怎么搞的 怎么没有讲完的 因为他有笑话 听到这样他就走掉了 非常的尴尬 所以耶稣看了周围 我们看 这个是在21节 刚才我讲的 他又又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叫他变卖 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不是因为要求他 卖完所有的东西 有另外一个解释在里面 他听到来就愁愁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接着下来 耶稣周围一看 还有门徒在旁边 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 敬神的国是何等的呢 门徒听到这个 是非常惊讶的 其实 但是耶稣跟他们说 有钱财的人 敬神国是何等的呢 今天呢 我们可能不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当中的时候 可能我们在传闺 哎呀 有钱的人很难来到教会 你要邀请 有钱的人很难 去接受福音 因为 因为他们 对他们来说 我什么都有啊 我不需要靠耶稣 在我们当中 我们不会觉得稀奇 是说有钱的人 很难进天国 我们不会觉得稀奇的 但是呢 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呢 他们会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社会相信呢 财富是上帝的祝福来的 财富就是上帝的祝福来的 肯定的这些财主啊 他们肯定是上天堂的 如果你有时间 你把它记起来 《生命记》28章 你去查考一到十四节 都是讲道 怎样啊 去遵守神的 这个 遵守上帝 祝福你很多 有财富 很多的财产 很多的 这些 你所得到的 就是在犹太人当中 财富 肯定啊 这些财主 对他们来说 今天国是No.1的人来首选来的 今天在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 在你的概念当中 谁是No.1可以进天堂的呢 是牧师吗 是传道人吗 啊 肯定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未必是传道人 是能够患 一定来一定上天堂的 我们所谓的一个叫做 很可怕 那种 刻板印象的东西 很可怕印象的东西 我们认为 哎 哦 牧师啊 传道人啊 某某人啊 教会领袖啊 他一定上天堂的 耶稣 定夺谁能够上天堂的 不是在于我们的自卫 不是在于我们 是在于我们 是否遵行他 啊 然后接着下来呢 啊他讲什么呢 耶稣看到 就是说 耶稣看得很惊奇嘛 就再讲多一次 啊这边是对门徒宗对不对 接着下来呢 啊刚才我讲了 诗篇128章 128篇 1到2节里面也是讲到 凡敬畏耶和华尊心 他的 他道的人 变得有福 你要赤劳本得来的 你要 享福世青顺利 这个都是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啊这些 啊他们所谓的财富 啊就是 就是 一定的 然后这些 有财富 就是这样子的 能够得到 这个 来圣啊 进天国 这样子的一个 领域在里面的 所以 看到 耶稣看到我们 很惊奇 再讲多一点 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 门徒当然很稀奇 他的话 耶稣对他们说 哎小子 其他人啊 现在不是 不是 不是门徒 依靠前台的人 进神的国是 何等的难 讲了两次 第一个是讲门徒 第二个是跟 另外有朋友 那边的人 他不是针对财主 对不对 啊 他是 跟 所有人讲 他不是针对财主 意思就是说 要进 神的国的人呢 其实每一个人 都是很难 他讲 然后他又用一个很 夸张的一个比喻告诉门徒 真的很难 他说什么呢 骆驼穿过真的也 比财主进神的国 还容易 你想想想这样的一个情景 难啊 财主要进天国 很难 有人讲到 骆驼当时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最大的动物 那个时候 而且真言是人可以想象到 是很小的一个孔来的 以最大跟最小的 成为一个 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告诉门徒 今天我 真的很难 接着下来 门徒呢 怎么办呢 门徒就很好奇了 对他说 这样子 谁能得救呢 这样难 这个问题很简单 这个答案 问题的答案非常的简单 如果财主很难进天国 财主啊 那么 穷人就很容易进天国吗 不应该这样子解释的 不应该这样子解释 你这样子解释的话 我们会得罪人 但是耶稣是说 人人进天国 都是很难的 也就是说 这个 变卖所有 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 你看到 变卖所有 对吗 变卖所有 这个意思呢 不是一个 很绝对的 命令 这是针对那个人的仇景 他的 追选来说的 因为 财主 钱财对他来说呢 是一个盲点 他 紧紧坐着他不放 就是这件事情 直到他无法跟耶稣 真正的跟随耶稣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是他的盲点 这件事情 耶稣呢 把这个永生 永生 跟 还有跟随耶稣呢 永生跟随耶稣和进 神的国 他是 贯通 他是传在一起的 听懂这边 永生跟随耶稣 进天国 他是连在一起的 表示跟随耶稣呢 认识耶稣呢 就能够 真正的 要 得到永生 换句话说 永生不是讲来的事 而是 现在 此时此刻 我们立志 跟随耶稣 基督 我们得到这个永生 我们得到这个永生 刚才我们看了一旦 福音师的七章 认识你 独一的真身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 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今天我们接受主了 我们 没有花时间 祷告圣经 我们没有花时间来祷告 我们没有来 参加机会 我们怎样认识耶稣呢 啊 查经班有上课 我们也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们怎样来认识耶稣呢 啊 弟兄姐妹 我们 我们讲要永生 啊 其实每个人对上帝的认真的 如果每个人对上帝认真的人都会问的 我该做什么才能够认识上帝对不对 这个行求永生的人也是一样 这个少年官 他找对了 找到上帝独生儿子 基督 啊 刚才我们唱的一首歌 这首歌里面 啊 那个快乐的那首 啊 耶稣能够给我们 人生的答案 啊 面对永生那个人找对人的 啊 认识上帝啊 为良善也对了 他从小遵守上帝的话也对了 耶稣看着他 爱他 然后耶稣对他说 你还缺少意见 他就忧愁的离开了 很可惜 弟兄姐妹 你不要觉得神的话语 听到的时候我们是会很远 但是上帝为我们死在 死在死亚上的 这一种 保血为我们所流的时候 你就知道为什么 他要把这些话语 记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让我们不要走远往路 让我们不要走远往路 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今天的信息不短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 跪下 我们跪在神的面前 我们跟耶稣 我们该怎么样去认识他 好像这位少年官那样 我们跪在神的面前 耶稣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耶稣说 你还 切手一样 我们心里会觉得忧愁吗 可能这个是我们的盲点 可能这个盲点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兄弟们 可能那件事情呢 是我们 最爱的 可能是钱财 可能是权力 可能是骄傲 可能是comfort zone 第一位 可能 我们 我们的嗜好 我护理 我们看一些嗜好是我们的宝贝来的 若上帝对你说 你还切手一样把你的这个 嗜好 可以放下来 来跟从我 我要讲这个 牧师 你有看过这本书吗 很久了 一位韩国牧师 成根的引力 也鼓励听听者有没有去看多一点 这样的一个 对我们 信心挑战的一些书 这位牧师 他是以成根祷告 起来成根祷告 文明的 那一个牧师来的 本身的经历的信仰来鼓励我们 一天中所 都要向神来祷告的 和神有情欲观 这个牧师呢 他有一个嗜好 就是下棋 他可以玩棋玩到 电调 然后很多 玩棋玩到电调 就是说 这个棋呢 会让他的 事工呢 不能完全的 这个专注 他这个棋呢 他没有棋 不可以活 这样有很多事 但是在他的见证当中呢 他把那个棋 打破 这个是他的嗜好 因为拦住他的事工 在他的书中里面 撑根眼泪就是早早起来祷告 为教会 为家人 早早起来祷告 你看到 韩国的父子 韩国的信徒 他们很早起来祷告 所以 很多的 当然这个只是 一万个当中的一个 一个例子 这些愿意 这些 嗜好 方向 来 跟随主的 这样的 一个神的仆 耶稣爱我们 听不听 你说介绍哪一件事什么呢 耶稣爱我们 他让我们知道呢 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国度的优先事情 许多事情呢 这种怎么样 都是很好的 但是当这个事情 跟这个东西 放在这个地位 高过上帝的时候呢 就成为拦住我们 跟随于耶稣的事情 所以今天 弟兄姐妹 耶稣要调整我们 要更新我们的优先 事实 所以他挑战我们 他挑战我们 陪下自己的所有的 所谓的 很优势 自己很优势 上帝要教导我们 要放弃 这样子我们的 刚才我说的 像这位牧师 他很爱狭气 他要来 优秀在那里 当然这个忧愁呢 代表我们 明白上帝的意思 刚才讲到忧愁的这方面 你知道这个时刻呢 当你忧愁的时候 你会忧愁 你会像上帝 说 你要拉近这个关系 你要拉近这个关系 所以请不要马上离开 听不懂 他听耶稣的 他有话讲的 这个人听了耶稣的话 认为自己做不到就离开了 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 有一个可能性的 就是因为他离开了 他听不到耶稣的话 什么话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再人不能 再上帝 却不然 因为上帝 凡事都能 他失去了这句话 如果他有听到这句话 可能他会留下 要这样快离开 要这样快离开 在我读生学的时候呢 我在当中有个人 这种前面有没有想过 因为我自己是自 自作的 自己给自己 去读生学 那时候 MCO 最后一个学期 其实 最后一个学期 没有办考 要继续下去 经济状况出了问题 MCO 因为我老太太 跟师母完全停下来 门着脚印页 Lockdown 完全又念书 我在想 我还是要停掉它 我不可以再继续读我的神学了 最后的一年 要毕业了 上帝呢 在这边让我学习这个功课 他向我行命我还缺少一件事情 上帝 考验我的信心 你真的这样要放弃吗 因为生命的这个秩序白错的 自己所专注的东西 不是在 自己的一个信心 不是 看环境的一个信心 感谢主 因为当时是真的很挣扎 到底要不要继续读下去 感谢主神的恩典够用 Cardishua 在最后的一个星期 借着了几报名的时候 上帝借着一位天使 把整年的 学费 都 赞助了 这是上帝的一个在我身上教导的一个功课 要靠神 是靠自己 我还缺少 可能这件事情 是 是一个 切发的事情 可能我们还有很多 上帝为我们讲 会提供我们 你切发的 你切少的一件事情 到底是什么 感谢神 不单止 那个协费 借着一位天使 祝福了我能够让我完成 而且还 提早 一年毕业 还提早一年毕业 这是上帝的恩典 真的 我已经讲过 还要去数换 神的恩典在当中 虽然我自己 切发信心 但是 上帝还会 安排人 祝福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非常的重要 耶稣没有叫 你跟我呢 或者所有人 去做 所有人自己去做 耶稣知道在人是不能的 但是在上帝反思都能 难的 难的是 肯不肯把这件事情 交托出来 若我们肯呢 上帝就会在当中 要来动工 兄姐妹 马太福音说什么呢 六章三十三件 这边说到呢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你们要先求 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 都要 嫁给 你们了 这是上帝的做事的原则 这是上帝的做事的原则 每一次当我们跑到上帝的面前 问 我们该做什么去认识他呢 的确上帝会向我们显明 我们来切捎一件事情 我们来切捎一件事情 也许我们会觉得很犹豪 但 弟兄姐妹 我们 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 面前 放下一切的这些 贪忧 可能在生命当中也面对 很多的一些挑战 千万不要因为忧愁 而走开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上帝是凡事都能做 我们来祷告上帝来帮助我们更新 上帝会开始更新在这个信念里面 更新 有更美好的事情要化成在我们的家 我们请我们的事情一起上来 我们趁着说 我们再重新 养俩然 他们做出 再 Mater